来大家接着看 现在呢 我们哈罗沫尔基本都搞定了 长江问题也说完了 是吧 按理说我们就怎么样了 一个加瓦C 123.加瓦 一个变异就在这 来一个叫做Diamolay 卡运行 这就搞定了 是吧 拒绝了一事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加瓦程序呀 它很有可能怎么样啊 是不是有可能分布在我们硬盘的不同目录下呀 老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试想 咱这个类 是能独立运行的类 大家 我如果把那可大词件 我发给你 你认为你能运行吗 可以吧 你机器里边只有虚拟机就能运行了 是这么回事 那么 你就是说 我这个类文件呀 可以放在什么 是不是硬盘的任何位置上啊 对不对呀 是这个意思哈 没有错哈 比如说我收到了老师的文件 对不对 看是我没有放在D01的目录下 我放哪了呢 我喜欢吗 卡 就怎么样了啊 我就放在了C盘的什么 我故意写个目录吧 叫做my class目录 那就是往这一放 大家 这可能吗这个 可能啊 那也必须可能 OK 然后呢 我这里边注意一下啊 这个diamber 还怎么运行 是hello word 还记得大家 啊 记得啊 hello word 那 然后呢 我这是什么呀 我这个 哦 稍等 我得开两个目录了哈 让你们看着点 是吧 这里边的老师又再开一目录 这不来谁啊 来一个叫做 这儿呢哈 d01 OK 那么大家看 现在我收到了老师的一个class文件 我想运这个文件 我该怎么办 大家告诉我 啊 说老师我懂吗 加了空格diamber 刮用 看到了吗 这个就叫挂 你懂吗 为啥呢 注意看这儿 运行出现了问题 这是虚拟机的运行 没有这类的定义被找到 是吧 这是错的 叫什么diamber 我找不到 为什么 到底很简单 在d0一项目录下 大家发现 有diamber class文件吗 是没有的 现在懂了 是没有的 OK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 我要想运行这个类 我得去哪啊 我是不是去c盘下呀 是的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 我现在这么做 接换了回来 喝 这个目录不对 怎么办 退回到跟目录下 cd甲上一个myclass 大家这名字都会了吧 OK 那么接下来 dir一回车 大家发现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diamber 的孩子文件 是的 那么来什么 我还要加上c吗 我还要加上c吗 不用 老师给我的 是不是加上运行程序啊 那我运行就完了 干嘛编译堂呢 是吧 你编译你没有原文件 你编什么东西呢 大家答应我 就回车 就搞定了 这个道理 大家都懂 是吧 就是什么呢 运行文件在哪 我就去哪运行 是不是加 是的 接下来 那 有趣的事来了 我这个123吧 老师把这边东西改吧改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hello 一盘 怎么样 啊 啊 现在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个123点加网文件改动了呀 我切换了一盘下来 这个加瓦C 车型编译 123点加网 回车 OK 请跟着 大家看 是不是有代码文件了 是的 一回车 是趴入一盘 这动作都懂是吧 那么现在呢 就是什么问题了呢 大家 我现在吧 C盘下也有一个加瓦运行文件 哎 我一盘下也有一个加瓦运行文件 是这样的 而我现在呢 有个想法 就是我想运行C盘下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啊 按理说 是不是应该切换到C盘下 对 那因为你们在C盘的嘛 对吧 可是我不想做切换 啊 老师你切换呗 可是那我切换完了以后 我要想运行D01目上呢 你算是切回来呀 是这样吗 哎 这就生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想在怎么样 当前路径下 去运行 非当前路径下的运行程序 能理我说的话吧 啊 我再说一遍哈 现在我就想在这个D01的目录下 去执行怎样 去执行C盘下的这个文件 大家 我先把这demo我先删一下哈 省大家误解的话 好吧 这样做看来清晰一些 我们都知道 刮一弄 是不是刮了 因为我们下面没有嘛 对不对 我想执行C盘这个 我还不想切换目录 知道怎么办吧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咱们在学习Path路径的时候 还记得吧 叫做我们的运行程序 ESE文件 是吧 想要在任何目录下 都能执行到 是不是把它所拥有的路径 告诉Path呀 是的 大家 那是这样的 要由Windows帮我们去找 他所识别的这个运行文件 而现在的需求 是跟刚才很类似的 叫做我有一个Java程序 在某一个目录下 可是我的想法是 不想去这个目录 想在任何目录下 是不是都想执行 这个Class文件呢 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有这么说 老师往Path里面 试着不行吗 注意 Path里边装的全都是可执行程序 他所认为的可执行程序 是有说到的 比如说什么样啊 .com呀 .ese呀 .bet呀 现在挺明白的吧 哎 咱这家伙在这里边吧 不在吧 那就不行吧 大家 听懂我一下 哎 人家是系统里边固定的这些东西 别的不支持 听懂了吧 那就是怎么办呢 注意了 Path这配置是没细了 但是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个新的环境变量 让虚拟机方便于去找到他要运行的类文件 哪环境变量呢 这个环境变量叫做Class Path 叫做类文件路径 听明白了吗 啊 类文件路径 叫做Theta 注意看啊 老师临时设置环境变量 我在试试前听个评 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叫做家伙控制 是不是找不着 对不对 找不着 看着 Theta Class Path 等于 什么样啊 我要运行C盘下那个Class文件 叫做C盘 来个叫做MyClass 大家看到了吗 啊 注意 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 跟Path原理一模一样 叫做 我将Java的运行文件 所在路径 怎么样啊 告诉系统 听明白了吗 告诉系统 告诉完了以后 虚拟机在执行该类时 就会到指定的Class Path类文件路径中去查找 我说这个能听懂吗 啊 能听懂是吧 好了 大家我回车一下 那回车完以后 我再重新执行下DM 注意看 刚才执行是失败的吧 因为当前路径下没有这个类 那么现在呢 我就告诉什么系统 一个环境灭量 叫做有一个位置 啊 那么虚拟机呢 什么 去这个位置找下来呀 大家看一下 一回车 有了吧 是这样吗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大家 我们可以实现在任意目录下都能执行加奥程序啊 对不对 到这儿大家跟我说一下 Class Path有什么用 就好 对 对 Class Path环境变量的作用就是怎么样啊 将加瓦的运行文件所在的路径告诉系统对吧 虚拟机在执行 在执行时会按照指定的Class Path进行什么 类文件的查找 并执行 听没了吧 说的更简单点就是这个Class Path大家是在规定虚拟机该到什么地方去执行加挖程序 听没了吗 OK 那么大家你要注意点什么呢 说老师之前我们也没有配置我Class Path也没有告诉虚拟机这类文件路径在哪啊 记住大家 如果你没有配置Class Path 那 虚拟机就会在当前的路径下查找这个类文件 如果没找着会报错 先听懂了吧 如果你配置了Class Path 虚拟机就在你指定的位置下查找这类文件 哎 这什么样啊 你没告诉人家位置 人家就得当前来找 你告诉人家位置 人家就在你告诉位置找 听懂了吧 好 现在注意看 啊 我如果在这下面对一二三进行了编译 大家注意往这看进行了编译点加挖 有代表那文件了吧 大家注意看 我这是没有 啊 而且大家 我查看一下Class Path 我有没有配置过呀 Sate Class Path 一回车 配置过吧 我问一下 现在我就要执行Diam 我有两个加挖程序 都叫Diam 问 只有哪一个 是不是C盘 是不是不用再多说嘛 一回车 哪盘呢 是不是C盘 因为只有C盘打印的是Hello World 而这个里边打印的啥 对 Hello一盘 现在明白了吧 这什么意思呢 我已经告诉许尼说你就应该去C盘的麦克拉下找 他应该去这找 听懂吧 哎 就应该去这找 好了 大家 现在我问一个 咔 我一个右键 C盘的没了 大家 我现在要继续运行 你能告诉我结果什么样 你上来看 刮一回车 是报错呀 为啥呀 道理很简单 说啥 你不是告诉我去C盘找吗 我没找啥就报错吧 注意 注意 C的class pass 刚才老师设置的是不是这个C盘的麦克拉斯呀 是这样吧 大家注意往这看哈 老师把这个给大家再明示一下 明示完以后呢 注意大家 我们就来个什么样 我们就来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知道这么运行是报错吗 对不对 哎呀 见证奇迹没行 我路是也不好当的 是不是 看来老师已经老了哈 手法太慢了 居然被你们能发现哈 大家注意看哈 刚才老师设置的class pass 是麦克拉斯嘛 对吧 然后呢 设置麦克拉斯呢 我告诉许姬说 哎 去这找去啊 好 许姬说行 是吧 然后找去了 找去有吧 我把文件给删了 删了以后再找 是不是就没了呀 对 就是报错是对的 那么你跟着呢 老师就把那class pass吧 做了个小小的改动 就是在class pass后的门 加了一个分号 我这一加完呢 我再来执行的代目 没想到这哥们居然去找去了 而且在当前过来找 是在家 哎 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设置class pass后面没有分号的话 虚拟机就会在你指定的目录下查找要运行的加拉程序 如果找到就运行 如果没找到就会报错 进行程度吧 好 如果设置class pass路径的时候 结尾处加了分号 虚拟机也一样会在指定的class pass路径下开始找 如果在指定的路径下找到了class文件 他就会运行 如果没找到 他会在当前目录下再找一次 听明白了吗 如果在当前不找到 他也会运行 如果当前没有找 他就会报错 听到大家 说白了有什么样啊 加了分号 是不是会在当前目录有可能再找一次啊 是的大家 就是这么回事 区别就在这 那加与不加分号区别就在这 很有可能会在当前目录再找一次 就这样的 问一下 咱们设置class pass的时候 是加分号好啊 还是不加分号好啊 猛了哈 是情况而定 是吧 跟谁学的是 跟我学的是 大家我说一下 我跟你们说一个 现象 你们就知道该加还是不该加 到底加好还是不加好 是这意思吧 来咱分析一下 我们设置class pass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设 这个你也明白啊 你不明白 你设在干嘛 你设置class pass的目的就一个 就是告诉虚拟机 该到哪里去找要运行的 加拉文件 类文件 对大家 是的 好了 那要是如果我想告诉虚拟机说 你应该去这个目录下找这文件去 那为啥要 这文件我放了个哈喽过的 是大家 喂 那么好了 我就把目录指定完了 指定完以后吧 他去找去了 找完以后呢 发现什么呀 哎呀 这类文件没有了 是不是 他就在当前不找 找一会给我打一个哈喽一盘 你害怕我 你还没听懂是吧 就说老师 啥意思 我不害怕呀 咋的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是吧 大家 你明明知道 你设置那个位置 里边运行的应该是 哈喽沃的吗 对吧 哎 你本来要的结果 就应该是哈喽沃的 只不过你让虚拟 帮你运行而已 可是 那个目录下的文件 没了 你不知道 可是薛运金 在当前又找一次 找着一个 跟他一聪明的 运行是哈喽一盘 你不害怕吗 你明明觉得应该是 哈喽沃的吧 可是报卡了一盘 那不吓一跳吗 那个 听明白了吧 按理说什么意思 你告诉人家去哪找 没找着 对方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报错告诉你 对不对 这样你才有机会去修正自己程序 而不是莫名其妙 找到另外一个文件 那边就根本就不属于你 或者不应该让你运行 可被你运行了 其实合适啊 根本就不合适 听懂了吧 好了 加分号还是不加分号好啊 现在懂了吧 应该不加分号 能听了吧 应该不加分号 是这样的 那么有的哥们说 老师 那万一我的需求是这样的呢 那什么样啊 我既要运行 当前目录的程序 我又要运行指定目录的程序 那这是怎么办 啊 加分号是吧 不 这时候也不加分号 记住大家 怎么办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那你加了分号 大家只有你知道 他会运行当前目录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你们醒来 对不对 好 我问你一下 在这个路径当中 你知道他包含当前路径吗 你看不上了吗 看不上了 因为这是隐式的 听不到吧 隐式的 你再看不来了 那怎么办呀 你得给你显示出来 这样才能夹阅读性 怎么办呀 c的class pass 告诉你们一招 等于什么 当前路径分号 c盘 c盘 myclass 就这样 大家 点代表当前路径 听见了吧 老师 点那边当前路径啊 然后又这么问了 啥是当前路径啊 这点到底是啥呀 是哪个路径啊 是吧 告诉你们一个判别方式 特别的简单 就是一个大于号 左边这部分 听明白了吧 这一部分是啥 这个点代表的就是啥 明白了吗 如果你的设置是这样 大家 比如说哈 你的设置是 怎么 我好像用我写地盘吧 是吧 代表了 c的class pass 等于什么 第23号 大家注意 刚刚刚写什么c盘 一下我就不写了哈 这个点就代表地盘 听明白了吧 哎 你只要设置这东西 大家 我跟你讲 这都不用再设了 是吧 你只要切换到地盘 这个class pass 大家他就是指向什么 地盘和c盘 听门了 这个地盘就是当前路径 哦我的意思了吧 哦 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 现在明白了吧 结尾处不要加分号 记住这一点 好吧 原因老师也解释过了 不需要他默认在当前目标找 要想找 咱们就把它明确显示设置出来 听门 这样阅读性才会很强 别人看得很清晰 是这个意思 那 OK 这一项虽然说完了呢 咱们得强调一点 就是大家 class pass 设置啊 跟pass一样有两种设置方式 第一种呢 可以在 可以在咱们的 DOS命令行里边 做临时设置 听明白了吗 现在你们所看到的 都是临时设置 大家老师把这一关就没有了 能理由的吧 而有的人呢 发现什么呀 说老师你看到了吗 我这里边明明有一个 单位叫class 可是我怎么执行都不行 我不知道为啥 这怎么回事呢 夹吧 空格来一下 现在是可以的 对吧 有事当前目录了吧 是吧 可是这哥们怎么样啊 这哥们怎么执行都不行 什么意思 我你们演示一下 这哥们在这设置过 叫做我的电脑 卡一个弄 对吧 来一个高级环境变量 大家注意 这叫做一劳永逸的设置方式 就是class pass 这是怎么样啊 我指定了c盘的myclass 这就白白了 卡一个确定 大家看 新开一个窗口 注意啊 你新开啊 然后干嘛呀 切换到一盘下 cd 加挖0218 斜下的d01进来 进来 dir回车 有有可能能见吗 看到了吧 加挖回车 我确定了吗 确定了 什么情况 我见鬼了 等会啊 那你就 天天老见鬼也不行 那样 cd加挖0218 是吧 cd d01 然后呢 进来以后呢 我们来一个叫做 我看看啊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有一个在外文件吗 哎 没得去听我刚才是吧 这是ok的 没办法 哥们怎么样啊 哥们当时就崩溃了 说老师 是怎么情况 这是啊 我这个目的下 必须有啊 啊 我目的对啊 怎么找不着呢 注意大家 如果你真的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 我告诉你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 如果找不到类文件 我跟你讲 类名写错 是原因第一个 听明白了吧 叫类名写错 第二种情况 大家 是 你明明看的类名 是我自己提的 不能错 我告诉你 那就是因为 你设置了class pass 虚拟机根本就没找你当前的路径 他找的是你指定路径 听门了 就这两种解决方式 没了 那怎么办呀 告诉你一招 看着点 cate class pass 我查看一下 进回车 设置过吗 设置过吗 这就是原因所在 听懂了吧 OK 想找怎么办 做临时设置不就完了吗 怎么老师怎么临时 cate class pass 看着 来搞什么事 我要求我当前目录 怎么设置 第二 三号 怎么办 烂头 谁呀 谁呀 还给我搞这个呢 老师搞这个 那还能行吗 那个 那还用起好长 你怎么办呀 你不得这么办吗 这个 在原有基础上 你是不是弄下 对不对 这么很屌 那个 一回车 这就oh了嘛 老师行不行 必须行 是不是 oh了 就能起了 搞定了 把这个问题 也说完了 再铺的这种现象 是不是不那份了呀 又出了一个问题 是吧 下文铺的问题 知道解决发了吧 要么class pass 要么类名写错 没了 OK 那你跟我说老师 我这 有时候我老写错类名 为啥呢 对于你们初学者而言 大家 你们都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啊 就是 像我一样 是吧 加文件一个名字 类文件一个名字 是吧 所以呢 什么样啊 我编译的时候 怎么样 加瓦的一二三 一二三点加瓦 卡 编译完了吧 编译完后 哎 那个 那还没来着 啊 还还还还回去看看 打开以后 啊 就代摸是吧 好了 然后过来怎么样了 嗯 加瓦代摸 听说一下 这样麻烦 听闻了吗 告诉你们一种简单方式 就是 class demo 我另存为 我不用废话 我代摸点加瓦 看到了吗 这时候我要我的类名和我加文件怎么样 是不是一致啊 这就方便点 知道吧 我先删了哈 怎么方便呢 看着哈 赵哥 你看着 我这都可以关掉了 知道吧 叫什么呀呢 加瓦C 代摸点 加瓦 编译 然后呢 代摸运行 能没有意思啊 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是原文件和类文件是同名字的呀 这样不容易记错嘛 记明白了吧 哎 就不容易记错嘛 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大家 这个地方能比了吧 哎 有的跟他说老师那我万一写错点来这报记啊 我告诉你一招强制性啊 强制性这样 在这个可辣子前面吧 你加上一个单词 叫做public 这词和这词是一致的 看到吧 这词只要一加上我跟你讲 你只要类文件 类名和这原文件名不一致 编译就失败了 懂了吧 必须得存一致了 才能编译通过 这就强制性了 听闻了吧 说老师原来public就是这作用啊 不是 不是这作用啊 那是加上讯息底层 他要求你这么做 编辑要求你这么做 为什么 那因为 这public将这类的权限提升了 知道了吧 对外都能访问到 要求你尽量保证名称一致性 这样我查找类的时候 没有类 我会查原文件 是这么回事 这个地方呢 我得到后面想讲到了 所以大家这个呢 就做简单掌握 是因为有些哥们在看书学习的时候 书的代码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是加public呀 是吧 那很多很纠结的 问我说老师 你你为什么不加呀 是吧 你得知道为什么加这个 原因在哪 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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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需要加吗 你们不需要加 听闻吧 不需要加 但是你们今天保证的内平一致 这也没有错 这不方便编辑和运行吗 是吧 行了 这俩是掰扯这 欧了吧 欧了吧 好 谢谢大家